民进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党 蔡英文执政这六年多以来 爆出一连串的弊端 地方上很多无能的表现 两岸关系的处理 搞到现在兵凶战危 矿中保台绝对是一个 已经被拆穿的谎言 反而会毁台 大家作为选民都该觉醒了 民进党今年的选情不可能好 所以 这都是民进党过去 让人民产生疑虑的地方 民进党过去总被认为很会选举 但在今年9月1日选战的倒数阶段 能是有很多县市都陷入苦战 对此前新闻局长钟晴 今天特别接受中时新闻访问 针对民进党陷阱的状况做出分析 同时也提醒各阵营 越接近选举就又要注意民进党这两件事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 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因为我们看民进党蔡英文执政 这六年多以来 不管是从内政 或者从对外关系的处理上 显然都做得完全不及格 那内政上我们就看到爆出一连串的弊端 那么这个连串的弊端 而且还非常诡异的 都是在选战打起来的时候 内部透出来 可见它原来这些弊端一直都存在 只不过被压着 不见光了 因为那时候厉害的冲突和争斗 还没有那么激烈 但是到了选战开始的话 民进党党内 执政党党内就恐怕会有 类似那种分账不均的问题 所以大家在抢地盘的时候 所有的弊案就都爆出来了 那并不能表示说 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些 是不是背后还有一场串 那么还有就是说 在中央部会执政 包括地方上 很多无能的表现 不作为的表现 包括防疫 我相信这个国内 就是一片的怨叹之声 包括总统府 他对外关系 两岸关系的处理 搞到现在兵凶站围 这么可怕的一种状况 这个难道不是 现任执政者的责任吗 那么既然你现任的 包括从中央到地方 表现不好 那当然执政党民进党 今年的选情不可能好 我觉得最后的 可能会影响的因素两个 大家也都很清楚 一个是会不会有做票 尤其是桃园 因为现任都长期 民进党执政 桃园和新竹 应该都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民间有很多 对中选会不那么信任 所以要防坐票 要防澳部 这都是民进党过去 多次选霸以来都有 让人民产生疑虑的地方 那么除了这个最后的 可能干扰因素以外 从整个竞选过程到走到今天 我认为至少在台北市和桃园 这两个地方 目前国民党的候选人 应该是当选的几率很高的 我认为康宗保台 因为这个调子 尤其用文青的语言 这样说出来 你说话都可以冠冕堂皇 很多人愿意被骗的 他会继续被骗 但是我认为 即使是民进党的基本盘 看到这几年的种种的弊端 和整个社会不安定的状况 我认为基本盘也是在锁水中 今年是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本来就不应该 以对外关系 尤其两岸关系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这个纯粹就是抹红的战术 泥巴战术而已 那么尤其到24年 一年多以后中央选举 我认为这个抗中保台 更是会适得其反 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看清楚 你支持民进党 你就是要把自己的子弟 往战场上送 那你抗中反而会误台 反而会毁台 民进党作为台湾执政者 难道不要负责任吗 现在搞到大家说 中国大陆和美国 要来共同管理台湾 我觉得大家作为选民 都该觉醒了 民进党在两岸关系来说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党 所以我认为 即使今年的地方选举 抗中保台绝对是一个 已经被拆穿的谎言 那么到了明年的中央选举 更是如此 抗中保台他不放弃 他只会拿枪射自己的脚 会彻底的惨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